Welcome to JJ Homes 大家好,我是Jasmine Lum Jasmine Lee 我就是你 你就是我 嘿,你昨天有沒有看了新闻? 有,我昨天看了新闻 然後我就send Jasmine Lum 那個message 就是說 7月14號 就是昨天 我們看到 我們的總統 對 Mr. Biden 給了學生這個forgiveness 就是自動 豁免他們的student loan 就是他們的學生貸款 這個是一個我覺得還蠻大的消息 這可能會衝擊到我們的房地產市場 對我們來講 就是如果以前你買房子 現在要馬上買 因為以後可能房價會漲 為什麼呢? 因為現在很多student 本來每個月 因為我知道我有一個表弟 他每個月都要付兩三千塊 因為這是做farmacist的 然後他就是他讀完farmacist 他簽了差不多三十幾萬 每個月他要付兩千多塊 我知道這個工作很賺錢 對 就是他薪水很好 是吧? 對,但是現在他就forgiveness了 student loan 他就有一筆錢可以買房子了 是,所以可以感覺到 未來的房價可能還會往上走 因為這批人 他們手上有錢了 可以買房子了 對,他們薪水很高 現在的年輕人薪水很高 所以說他貸款沒問題了 但是以前他基本上沒什麼投款 沒有了payment 是 但是現在因為這個forgiveness 他們就有一筆錢在手上了 所以說你覺得房價會怎麼樣呢? 而且我覺得inflation也就是通貨膨脹 可能會在這個forgiveness 這個學生貸款豁免的法案出來之後 會更嚴重 對 至少短期啦 我希望就是聯準會的升息政策 會能夠再壓抑下來 但是呢這個forgiveness的政策出來之後 我覺得可以看到的未來可能是這個樣子 是吧? 我昨天看那個新聞好像就是那個 President Biden forgive還蠻多錢的 嗯哼 390億 39個billion 39個billion 39 billion 是的 對 然後呢有總共是804000名的學生 在下個禮拜他們就會收到信 說他們的student loan自動 automatically就是 對 希望我表弟也收到一封信這樣子 他也不需要還這筆錢 其實是對很多人是很開心的 但很多人又覺得說 我好不容易等房價要掉下來 好像一直等不到 沒有啊不會掉下來 因為其實這兩天我也是在 就是struggle一個offer 嗯哼 在一個rosmith的一棟房子 這房子也 我知道你在幫客人出這個價 對 他80萬 他listing price 80萬 嗯哼 我們offer 92萬了 但是價錢差不多也是到90到92 但是我們got a counter back 然後我們再加到95萬 應該可以拿到吧這個價格 拿不到 還沒拿到 因為還有人比我們還多 然後 出比你們更高的價錢 對 就更高 然後還那個人也沒有什麼要求 也remove all contingency remove all contingency 對 就是說他也不會去那個inspection 他也不需要貸款 就可能就是現金了 完全不反悔就對了 對 就是說我一定要這棟房子 就這樣子 所以你覺得 你怎麼樣可以 你們已經出這麼多了 還沒拿到 多過15萬啊 對啊 80萬的房子 我們出了95萬 對 所以現在你看看 然後President Biden 還有forgift 就叫student law 你覺得呢 房價更長更高 Jasmine 你知不知道 現在在美國 讀書的這些 讀高等教育的這些學生 有多少個percent 他們有student law 你不知道啊 真的沒有做過這個research 至少70% 每一週有不一樣的數據 可是average的數字 這麼多啊 嗯 就是 每10個讀書的 高等教育的學生裡頭 就有7個 他們是3號會借student law 真的啊 嗯 然後呢 我還看到一個數據 在加州裡頭 你看到的兩個人 兩個resident 就一個人是有student law 就是50%的resident 所以說這次 natanical forgiveness 對加州也很好 因為每兩個有一個 對 所以我們應該要工作量 會很多了 因為很多人來找 買房子了 對 那我們先不跟你說了 我們要先去照顧我們其他的客人 哈哈哈哈 其實 哇 Surprise 每兩個人有一個客人 這樣子 就有student law 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昨天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我覺得 哇 特別shock 我就在想說 哇 這樣子 房價可能就沒有掉下來的理由了 不會 因為前陣子你也知道 升息之下 很多人都在等 哇 希望能夠等到房價掉下來 掉下來 他是沒有喔 我這段時間這兩個月都是一直offer不到房子 I know 我也是 我前陣子有個客人想要買50萬的房子 那個房子出價52萬 然後裡面超爛的 我那時候給你看那個照片 對不對 全部都要拆掉 然後重新再flip 基本上只是買了一塊地而已 對 但是呢 我們想說就出50萬或52萬 應該可以買到那個房子吧 No No 想太多了 你想太多了 我跟對方聯絡的時候 對方說他們已經收到66萬的offer 66萬 52萬 就買一塊地而已 連這麼爛的房子 你看起來它至少要 至少大概20萬左右才能夠弄好這個房子 對 所以 房子也不大 我記得那天你給我看 才1000尺左右 1000尺左右 雖然是single family house在Roland High Anyway 就是我覺得 有點go crazy 我也想賣 我自己也想賣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如果你有student loan的話 恭喜你們喔 你們每天要開心想看看 對 我們收到一封信 Surprise 你們中頭獎了 真的 中頭獎了 中頭獎了 對 如果你們是沒有收到 就也是還要等吧 可能你們遲早都會收到 因為那個President Biden 就付給這麼多 對 然後如果你是正在看房子 想要買房子的人 趕快行動 先拿到 對 再說 因為現在這個student loan 學生貸款的這個寬限政策一出來 我想你的房子就會更難買了 今天就這樣吧 跟大家分享這麼多 這個是7月14號的新聞 OK 那我們就有機會再跟大家聊其他的話題囉 如果您喜歡我們今天的節目 也歡迎你跟我們留言 然後點贊 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好嗎 如果你有收到那封信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comment一下 這是真的 這個是真的 你們有說的 然後告訴我 告訴我們你的心情 好嗎 好 謝謝你們喔 OK 好 拜拜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拜拜